今天會拍我平時怎樣卸妝 第一樣是說我平時化了Body Pink時怎樣卸妝 如果我用的是水溶性的顏料 我會用BioDerma卸妝水去卸 如果用油性顏料 我會用卸妝油或卸妝油的cream去卸 用漿糊遮了眉 只需要將卸妝水放在眉上 敷5-10秒一拉就已經掉了 另外就是之前BioDerma 傳了一個20周年的卸妝給我 我發現裏面最大支是一個噴噴頭 我之前買的都沒有這個頭 所以如果有用的話就快點去搶購了 眼部化妝方面 我之前就用Lancum的眼唇卸妝液 為什麼我轉了Kate Simmerphil呢 雖然Lancum的清潔力會比較強 但Kate Simmerphil的cream狀 卸得慢一點 但其實它很溫和 而且清潔也很乾淨 如果有油脂粒問題的朋友就可以選這個 到洗臉奶了 我很久之前已經介紹過Koling的 很大支的美容院洗臉奶 它現在轉了新包裝 大家想買的話就認清它的新包裝 塗了上臉後 其實它就像普通cream一樣 很多人都以為洗臉奶落不乾淨 但其實你用慣了質地之後 它是落得超級無敵乾淨的 落完妝後就洗臉了 我就用MD的Clarifying Wash去清潔 因為它都會比較清潔力強一點 化全妝或是特技妝 我都會用它來做最後洗臉的步驟 到第二部分就是講我化平時妝的落妝方法 分享一下我怎樣夾起我的頭 我就是用畫筆、筷子或長條形的物體 就可以捲起了 首先將你的頭髮扭扭扭 然後加上畫筆、筷子下去 再一起扭扭扭 扭到實後就插下它就可以了 這個動作是需要長期練習的 平時妝我會先下眼妝 都是用Kate Summerfield的眼妝cream 清潔的速度沒有卸妝油那麼快 所以用它的時候 我會在睫毛上面塗一層 睫毛下面塗一層 之後等一會按摩按摩它 它就可以推出所有睫毛膏 無論那天是用liquid foundation 或礦物粉也好 我也是用這個cleansing milk去卸妝 因為雖然它溫和 但它都卸得超級超級乾淨的 之後就用紙巾和卸妝水 抹走洗面奶就可以洗面了 平時洗面方面我用兩款 都是Medic的洗面泡沫 一枝就是平時用 一枝就是來M的時候 包倉用的 那陰倉我一枝就會有些塗薯油尾 在旁邊的info box 都會看到那些照片 那我平時卸妝的分享 今次就完成了 那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 另外就是因為我之前 已經入了幾支紅相片 在家裏做後備 那這個set妝 今次我就打算送出來給大家 做Give away啦 那放心這個set 就是包Derma的代理箱 直接給我的 那就不會是市面上的假貨 想參加的話 就可以在我Facebook page 留言就可以了